好了,我们接着看 好,手机这儿 然后你可以看这儿 现在操作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我再refresh一下 因为现在是手机的版本了 你可以看这个操作就变成这样 刚刚这个菜单 在这边先跑这儿来了 然后其他的都都还差不多 这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现在程序已经在运行了 原代码我们这儿也可以打开看了 首先呢,我们现在开始 我假设你们也都打开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刚才运行Meter的时候 实际上在本地跑了一个Meter Server 它在3000号端口打开了 然后我们在本地的一个浏览器里面 打开本地端口文件 那么其实结果相当于 我们在本地跑了一个browser 也跑了一个Server 然后你可以就跑起来看实际的样子 虽然是在本地跑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程序 它到底跟浏览器跟Server之间 虽然是一台机器 到底做了些什么交互 还是利用这个东西 利用咱们这个浏览器的这个 这个debug 这个window 我们可以看这个network 在network里边就可以看 这个你这次的这个 这次的这个请求 到底跟服务器做了些什么样的交互 我们现在把filter关掉 选择all 如果你没用过这个东西的话 我先简单讲一下 这个network 这个里面可以看出你 跟服务器之间的这个这个 上行下行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东西 每个上行每个下行都有 这个filter 你可以把它过滤一下 如果太多的话 比如我只想看某一类的 比如你只想看这个ages call 你放这个 如果只想看document有关 style sheet有关 就放这边 那么我先把它全打开 我们就可以知道 刚才我在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比如我们到这个首页 假如我们就是local house3000的时候 这个浏览器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 就可以知道了 好我们现在看到 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个是按时间来排序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 通常来讲一个标准的 如果它不是meteor app的话 是个普通的app的话 那么首先是请求服务器 我们服务器就是local house3000 然后呢服务器会下行一个HTML过来 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HTML 然后这页面 你们看的所有页面东西 都应该是在HTML的文件里边 这个文件内容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像这个DOM里边 我们现在进Elements了 如果你还没有跟上我的话 你看一下 我现在刚才点下这个 从Network跑到Elements来了 这里边就返回了我的HTML文件 然后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在这里边 不是这个Windows Reset 这不是 这是我想看的 这是我抓的一个 装的一个那个 Extension 这个不是我们的正文内容 这些内容都应该是从HTML文件里面来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 如果你们写过LAMP结构的程序的话 但是 但是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Meteor的app是怎么做的 十分不同 十分不同 当当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你们看 这里的body 没东西 空的 但是 但是 没东西是没东西 你再看往上面看 这head里面 这东西可不少 有一大堆的这个script文件 这都 基本都这样script文件 都一大堆的文件 呃 说明什么呢 啊 我们记得啊 我们以前提到过Meteor这个 叫dataonware 就是说 这还 这还写着dataonware啊 就这个东西 呃 也就是说在Meteor里边 在网上上下行的数据里边是没有HTML的 你的这个页面的内容不是在script的渲染好了送给你的 哎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我原讲lamp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啊 讲那个那种架构的时候啊 最早的架构的时候 呃 那些架构的script是要负责渲染的 然后把HTML页面传回来 让让前端去展示 现在Meteor不是这样的 那他是怎样的呢 那那页面东西怎么来的呢 你觉得这都是奇迹啊 这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都是他传来这些javascript文件 去画出来的 都是画出来这些javascript文件 那后面这都是像传的一大堆javascript文件啊 这我都不一一看 这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 这些文件各干各的事情 比如你们看的template干这些东西 就是实际上就是把你的template 那个HTML 那些原文件 在Meteor server上 把它编译成为这个javascript文件 就是像这样一个javascript文件 编译出来 然后放通过这个网络传到前端 全到网络器这段 然后去执行的 你们看这个template.app notfound 什么authjoin authjoin 这些文件我都能找到啊 比如这个 咱们就举这个例子 就翻一个 就看这个 template.listshow.js 但是你是没有写过这个js文件啊 如果你写这个todos的话 你也找不到这个js文件 那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 js文件在哪啊 刚刚那个名字叫template.listshow.js 这个是这个啊 不是这个 这是一个那个action文件啊 我们看对不对 对 你们看啊 这个listshow.html 这是一个shml文件 就是这个文件 嗯 它 一看啊 这个它是从template开始的 不是hml html template开始的 这是hml5的一种一种写法啊 然后 基本还是hml啊 除了里边有一些这种 大括号扩起来的东西啊 这些 是跟handlebar 一样的是这种这种这种写法 但是我们在页面控制逻辑啊 包括一些啊 啊 那个内容啊 那边内容替换 你比如这个useid 最后被替换成一个id 嗯 比如在啊 incomplete incomplete count 这个最终也会变成一个数字 这个name也会变成一个数字 啊 你们现在如果想看的数字在哪的话 咱们就可以看一眼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7 和这个名字啊 这这个是它的这个这个数字 从这来的 那这个文件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 你这个文件是没有被最终传到client端的 而是把这个文件编译成为了一个javascript文件 那不只是它一个 还包括跟它对应的这个js文件 啊 这个这个这个template是一个view啊 这个js相当于它的一种啊 它的helper 它的如果 就是它的逻辑 逻辑关系如果你做了什么操作 怎么做啊 如果它里边数据是怎么来的 比如这个template等于什么function啊 这个是我们以后讲timeless 那个课在meteer102里边 或者103 我现在不清楚的这个编号啊 那里面会专门讲这个template怎么写 我们现在只要大家看一眼就行了 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那么这个html加js呢 会最后编译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就现在在这个地方 就被叫做template.list.js 然后问候后面 后面这个随机数呢 主要是为了打穿这个这个这个cache 不让不让这个前端 开始旧的版本相当于标示一个版本号一样 持续传来这个这个文件 已经被编译成这个样子了 一个javascript 这个javascript文件不是你写的啊 这个也不太好读啊 这个还还是这还是能读的啊 这个如果你把它扰乱了以后 可能读的读不了了啊 这个文件是最终在呃 在这个浏览梯端被执行的 它执行的结果就是画出这样的一些页面来 你比如这个某一个类似啊 类似兽啊 画某个页面 这是它实际真正做的功能 实际上你也看到了 刚才我说了啊 这里边你现在看到所有东西 都不是从serval传过来的 而是在client端被画出来的 那么这间传 那么这说呢 serval端可能总得传些东西啊 传什么呢 我现在看啊 数据啊 数据啊 这些js文件里边 一大包js文件里边啊 除了你自己编译成的templative以外 还有一堆文件产生 建立跟serval的建立连接 这个连接不是传统的http的那种 什么ajax那类的连接 不是它是个websocket的连接 就在这儿 你们看啊 一定有websocket连接 我们在前面的基础知识时候提到过啊 这个在client跟serval之间 如果是个meteorapp的话 它之间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联系 不像ajax那种 请求了就call一下 不请求就没事了 serval端有什么东西想通知client端也通知不了 在meteor不是这样的啊 meteor它是建了一个websocket连接 这个连接是始终连接在一起 这是双向的 当你client端有什么事情 比如你在做里什么操作 如果需要向serval传的话 serval就随时都可以传过去 然后serval如果有什么东西想通知你的话 serval也可以随时通知你 这个连接是一直保持的 那连接传的是什么内容啊 我们在这看 我们刚才点了websocket 我们现在点啊 这边是header 是frame 这个有熟悉 大家有熟悉使用这个debug 就可以看这个到底在client serval这些都分别传些什么东西啊 还挺长的啊 我们往上卷 卷到往上顶上啊 一看啊 这首先 这个就是message啊 这个message被叫做ddp啊 这个协议 这个就是实际上啊 client跟serval之间传递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首先有个connect啊 有sub 这东西现在我可能没有时间给你们一一去讲 我们回头讲这个ddp和这个message 这个这个这个细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专门有一节课专门讲这个东西 它的意思我简单讲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连接 告诉你 serval跟我连起来了啊 这个绿颜色背景啊 这个绿颜色背景是上行的啊 白颜色的没背景的 这个是下行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刚刚这个页面刷新的时候呢 就是呃 那一瞬间 大概是10 我现在11点 我的这个太平洋时间11点半 的时候呃 上行了这个 我先告诉serval 哎我连接起来了版本什么什么的 然后同时我还订阅两个东西呃 这个subscription 两个东西订阅两个两个连接啊 这个细节 我们讲那个popsops的时候会说啊 我们以前也提到过 呃 在浏览器的在里边啊 是跑了一个数据库的 mini mango数据库的 它跟serval之间的数据是通过订阅和发布的方式来来传递的 而不是像ajxcall那种方式来做 这是meteor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那么首先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有这个subs 就是告诉serval 哎我现在要订阅 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这点看啊 这个内容是meteor update 什么东西啊 这还订阅第二个啊 这个订阅的id什么name是meteor 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不说了啊 一大堆东西 啊后面就是serval就回答了 全serval说哎同意知道收到了 然后我connected的连接好了 然后我就说edit 这些是什么呢 这些是包括还有个ready啊 这些是什么 这五个是什么东西 这五个是从serval端告诉client端 说你订阅这个东西我收到了 然后我告诉你你订阅这个内容有有四个文档 我把这文档一一的传给你 因为serval发现你你这个client端的 这个这个数据库里面是空的 但是你订阅这部分刚好有四个 就是在serval端这边有 所以serval要edit 那告诉这个前端说 你得加这四个数据在你的前端 这四个数据的内容就在这里面啊 我们不去读它挺长的 这个大堆东西我就不读它了 实际如果你要看的话 你会发现最后就是这四个东西啊 四个list的设计上啊 就这这传过来四个list 然后最后呢传完了以后我就告诉一个ready 啊好就是意思告诉前端啊 我已经告诉你这个传完了 这四个都给你了 然后他又订阅了其他东西啊 呃这个我就我现在不不一个去讲了 那么订阅完了的这个这个订阅和酸啊 这个这个上下行完了以后 所有的东西都ready了以后呢 后面就直接乒乓了啊 就是说告诉我心跳特色呢 也就是告诉serval我活着啊 啊冰一个棒冰我就不管了 后面还写master 这些东西节我就 我们会有专门节课来说 呃我只想说到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 这个连接是一直保持 而且它是双向的实时传递的 也就是说当你serval 建了一个新的东西或者client 建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它会向上行 如果是在client建立一个新的一个例子 会向上行告诉serval 如果是serval端被别人建了一个新东西 或者说啊有这个或者serval端自己去 产生什么新的东西时候serval端会下行 告诉这个浏览器这一段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如果咱们这个 咱们可以在这马上试一下啊 首先看看这个数据库这块 前端是有数据库的啊 这个对还有说一下啊 这个console这个地方是可以输入 这个javascript和这个 这个语言的命令的 这个是我们调试的时候 要大量使用的一个东西 比如我刚才挑了这个list list这个是实际上是 问这个浏览器这个这个变量是什么 浏览器告诉我 这是一个mancoDB的一个collection 就像一个数据表一样 因为你们注意啊 这我是在浏览器里跑 它不是在serval里跑 这是浏览器 这个是serval 这边是浏览器 浏览器里跑的 就是说浏览器里边已经建立了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数据表了 这数据表怎么来的啊 我们半分钟前刚提到过啊 是这些edit的这些东西 从serval端一一的加过来 它加几个过来 这会有几个啊 图了list里边还有什么图度式啊 这些都是一些表 那么这表里什么内容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啊 简单的这个manco的这个命令去看一下 一看这个list有四个object 这object是什么呢 你看啊 马上就知道了这四个 你看这个name是meteor principles 然后有七个没有完成 这是language有九个没有完成 啊 不拉不拉不拉 那么这些这些 你看到这个就明白了 就不正好是language有个没有完成 principles七个没有完成 就exactly 就这个东西就就是放在这了 啊 serval端来的 如果我们现在加一个啊 比如在这个这个mylist里边 咱们再加一个 new 写中文也行写中文也行 写中文也行 这个大家好吧 好 好 这条你看加进去了以后啊 我们再回来看看咱们刚才这个 啊 这个这个这个数据 马上咱们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就给edit to dos 里边 哦 这个这个是大家好 他是被那个那个编码过的看不见了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刚才这句话就是告诉了啊 我client端 报数server啊 我有新的东西去去增加啊 从这个messd 这个在这儿messd的告诉 色果顿我有东西要增加 然后呢 色果顿知道你增加了以后呢 又下行了一个这个东西好 我加好了 我增加给你 告诉你这个增加了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list 这个change的 为什么change的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他告诉你啊 这个有incompleted 这个原来是零啊 现在变成一了啊 就是这个啊 就这个东西 现在是一了 刚才是没写是零 现在就变成一了 然后所以他需要有个change的 然后再告诉updated 告诉这个你要把它变成 又变成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数字 就这一套协议呢 是来来保证这个client端的这个数据 跟sever端的数据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有时间进一步测试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删了 再看一下啊 delete 我们再看吧 他就会有一堆消息过来 这个messd todo remove的 把什么被remove了 然后就会有一新的update update这个数 然后告诉你这个 就又从几变成几了等等等等 这些数据 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 一一琢磨琢磨看啊 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